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德嘴嘴的频道 我是梁宝妈 从上海到台北 从律师到YouTuber 今天是对生活的观察 还有观点的分享 今天我想为大家开箱的是我 上海住家 这边的周遭的环境 今天就带大家走一走 看一下我们小区里的这个情况 然后待会再到周边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早餐 早餐店的情况 还有他们的物价 是不是真如大家所想的 就是蒙古上海是比较高的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半 真的一到夏天的时候 这个崇明山非常的响 爱猫人士还是到处都有啦 哎呀 本来吓跑了 他们会把猫粮放在这边 给一些野猫吃 如果不能像居住台北般随意到达山间故道 那我先钻进小区的小树林吧 我们这个小区最大的特色 就是真的绿化的面积还是蛮高的 这普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有一点小森林的感觉 有点像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吗 然后这边就是在小区内部的话 还会有一条河是通向外面的 今天看的话这个水好像有点太绿了 不过江南的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看起来绿油油的 有的时候严重的话 其实上面还会有一些那种 浮枣 在我们的小区里面 有很多的柳树 就是这些柳树 现在没有风啊 如果风吹起来的话 这柳树飘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是非常江南的感觉 那说到江南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呢 又想到了什么呢 是小桥流水人家 还是烟雨萌萌呢 欢迎大家在我的频道下方留言 告诉我你们对江南的印象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平时其实也是有工作人员 会清理河道 以前歌之作响的木板路 现在已经铺成红色的柏树路 幼儿跑步也很安全 哇 来花了 好漂亮的莲花 这边连橘子也有 看起来就是满眼的绿色 这边有一个露天水池 里面有一个室内的水池 现在好像还没有营业 所以那个冲气的城堡 还没有被冲起来 等到下午的时候 应该会冲起来 就会有很多孩子在这边吸水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我们小区里面 有一个大楼 办公大楼 算是行政的吧 然后居委会会在这边办公 有什么 就是这边的居民的需求 就可以寻求帮助 包括还有这边的一个 小区里面的一个派出所景点 还有一个法律援助点 调解室等等 所以就是平时如果有问题的话 到这边找人还是比较方便的 也有一个健身房 所以小区里面 所以小区里面 配费 确实比较完善的 这边的标语 几年前还没有这么那个 那就比较多 小区的门口有一些24小时的超市 大家看在门口就堆了很多的货 都是水 啊 我就拍些Vlog 现在继续回到我原来的计划的道路上 类似7-11的超市 上海比较多的是罗森 在台北的时候 有时候会突然很想吃原来家乡的这个烧饼 然后呢 也是足找过几次 然后也是说找那个浙江的烧饼 那怎么看好像都跟 就是原先在浙江买的烧饼不太一样 因为台湾的烧饼是很多的长方形 然后厚厚的那种 脆是挺脆的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买的这个浙江烧饼 它往往都是比较圆 比较扁 就是外酥淋嫩的那种 当然形状可能就是上海这边的小一点 然后我浙江湖州的烧饼那个非常大 跟个人的脸一样大 那我现在带大家去开箱一下 我原先的这家商品店 知道它早价了没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早餐店的价格一探究竟吧 原先很喜欢这个超市 因为觉得它非常的干净 然后东西非常的多很新鲜 然后现在它的那个店面也缩水了 得出一个兰州牛肉面 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和台北差不多 也算是很平价 我现在看起来觉得都蛮平价的 这有一个享油扇丝 这个扇丝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我就很想try这个味道 当季必点 冷面下雨限定 这是一个杂粮天底 杂粮天底人 这边有台湾风雨的草莓 我搭了 很多的共享单车 就是它有规定说 必须停在他们所划分的区域内 看到了刚才那个鲜饼果子 然后我就闪到了一个段子 我们说唱的人他去山东煎饼摊 吃了个煎饼 然后我们都要加鸡蛋 然后老板说 我说鸡蛋你说要 他老板说鸡蛋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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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后来都加了20多鸡蛋 好好好 说 这人付款的时候吓坏了 去买那个烧饼之前 我们现在还是到新马可买的卡通吧 喜欢收集新马可杯子的朋友们 喜欢吗 连个城市都不一样对不对 这就是我心经念念的烧饼啦 价格依然是4元 谢谢哦 好烫好烫 这个就是要趁热吃 但是我还想留这个孩子们也尝尝这个味道 其实这个休闲街的话 一直都在 这么多年一直都在 然后陆陆续续呢 好像是有换过一些店家 但是人气一直就是也是熙熙攘攘 并不是那么多的人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它就是非常传统的这样一个建筑 然后那边会有一个旋转路嘛 附近的长辈带的孙子孙女他们会在这边放松一下吧 总的来说我家附近的早餐价格变化不大 较至台北价格接近 想到在高温来袭的上海 有个老人每天守着热乎的时候 比母也未涨价 心里就深敬佩 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啦 下期见 拍的电梯 我要拿这个饼 送给我的孩子 宝贝宝贝宝贝 宝贝宝贝 你看一下这个 宝贝 你看一下这个 有玉米 对有玉米 打开了 打开了 你看一下这个好不好 不要 这个是烧饼 跟台北的烧饼不一样 你咬一口好不好 不要